接著呢我們進到第三篇 我們說到我們需要在神的 說到這個看見神在祂指名中間行政的原則 以及使徒長老的重造會的交通中 尊崇基督的原生權利 神行政的原則在舊約裡我們看見 我們的神祂並不是獨裁 我們的神祂也不是獨主 我們的神 祂行政的原則就是神智 而神智是什麼意思呢 神乃是藉著祂的說話來治理 而神的說話有兩方面 一個是這個常識的話 以舊約來講就是這些的律法 那什麼叫做吉時的話呢 吉時的話就是當大祭司他進到神面前 在神的同在裡 他這個帶著這個胸牌就是背部著神的子民到神面前 神就在那裡像這個大祭司有吉時的說話 所以什麼叫做神智 神智就是藉著神的說話 藉著神常識的話 也是藉著神吉時的話來治理神的百姓 所以這個胸牌上就是代表著神的子民 所以大祭司乃是背部著神的子民 去那裡讀聖徒們的光景 就得著了神即時的說話 能夠來治理神的百姓 同樣今天在新歸的原則裡面也是相同的 今天在這個長老 在我們服侍的職份上 長老同時也有這個祭司的職份 所以我們服侍的弟兄們 因當常常把我們所服侍的聖徒 戴在我們的肩上 戴在我們的胸前 就是背部在我們的身上 懷甩在我們的胸前 能夠在愛里為聖徒們來尋求 為聖徒們來禱告 不僅有神常識的話 今天在新約裡什麼是神常識的話呢 就是使徒的教訓 使徒的教訓就是神在新約中的整個說話 就是關於神信約的經論 這個就是我們當中這個成文的憲法 但是不僅光有這個成文的憲法 使徒的教訓 我們還需要有神即時的說話 就是我們需要背部的聖徒 到神的統代中讀聖徒的光具 尋求神的引導 那我們藉著神常識的話 和神即時的說話 我們就能夠來這個把神的行政 帶到神的子民中間 另外第二大點說到 需要在使徒長老的重造會的交通中 遵從基督的元寿選定 這個是根據使徒經傳十五章 那裡聽著從猶太帝那裡 有一些人來到安提亞的造會 那裡來嚼老這些得救的外邦人 告訴他們要行割禮 聽著這件事呢 保羅和巴拿巴 給安提亞造會的幾個弟兄 他們就上到耶路撒冷去 在那裡呢 就有一個使徒長老和重造會的會議 在這個會議裡面有許許多多的辯論 這個會議裡面有什麼呢 第一個聖經告訴我們有許多的辯論 第二個有彼得的見證 第三個有保羅和巴拿巴 他們所陳述的事實 最後第四有這個雅各 他根據這個聖言所下的這個決斷 所以在這裡你就看見一個議事的原則 事實上是蠻要辯論的 我們會常常想說 弟兄的交通比較有辯論 事實上這種想法 並不是真正符合聖經或屬於的想法 這很可能只是我們的天然 我們所謂正式的手腕 我們不想得罪人 我們也不想丟自己的面子 但事實上在一個交通中應該有許多的辯論 但是弟兄們 我們如何能夠為一種健康的辯論呢 在這個辯論裡面能夠讓聖明有主權 能夠鑽從基督獨一元首的權柄 讓我們看見在許多的辯論裡面 我們需要要有見證 要有事實 我們需要有神的話 需要讓聖明來做主席 這樣我們才能夠為一種健康的辯論 所以最後在這邊信息裡面 弟兄給我們十個點 說到在照會中如何能夠為一種健康的辯論 我們就很快的把它說一下 第一個 我們需要敬畏神 第二 我們需要敞開每件事 而沒有任何的隱藏 第三個 我們不要堅持 第四個 我們不要在聚會之外再去談論 如果我們在聚會裡面 我們不能講的話 我們 離開這個聚會 我們也不能講 第五 我們需要練進我們的動機和純心 第六 我們不是根據我們的意見觀念 或者審判的態度來說話 第七 我們的說要不責且準確 我的話明明在教課中講過 我們下一次就說 沒有啊 我要向你講過這個話 或者說不準確 第八 我們不要耍政治 就是說我們 我們不是怕得罪人 或者要給人留面子 第九 我們要千非的聽 並且要學習法論 第十 必須要沒有世界的成分 所以這個 弟兄們 你就看見 這是一個交通的原則 所以說這個 在交通中 這個沒有辯論 事實上很可能只是政治 並不是真正的署名 但是要有健康的辯論 不需要有很多的學習 還要有十字架的功課 所以我們看現在第十五章 這個辯論最後的結果 他們在二十八節就說 但聖靈和我們認為 表示聖靈在那裡做主事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同心合力 眾召位都得著了鼓力 並且得著了喜樂